我覺得侯友宜最近講話 有點稍微開竅了 他會臉笑話 比較會講笑話了 來我先請教時期 我們看侯友宜這邊自誇說 你看我出生入死 要不要開槍什麼 都是一秒鐘決定的 他說我決定非常快 包括我要當副手的這個部分 我都是一秒就已經拍板定案了 可是我們在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 柯文哲始終沒有對侯科或柯喉 有正面的回應 據說當天的氣氛 談的氣氛不是很差 那今天談不下去 不就改天再談嗎 不好意思 柯文哲說沒空 柯文哲就說沒空 然後侯友宜就提到說 柯文哲講當醫生30秒內 可以決定別人的生死 這10天來 拖過多少個30秒了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再去給柯文哲一點回馬槍 因為侯友宜被糟蹋夠了 侯友宜真的是被柯文哲 一整個看扁 國民黨是一個有扎跟有抓地力的政黨 他是一個百年 他最大在野黨 然後一個推出來的總統候選人被人家羞辱成這樣 如果他再持續的這個吞人下去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不要玩了 所以藍營內部的鷹派主戰派覺得這個這個聲音現在看起來抬頭了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民意代表 像原資等等的 每天都會接到一大堆罵人的電話 算了啦 我們自己選了 不需要這樣子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 然後還要被人家嘲諷羞辱 說我們給他喝皮霜等等的 那當國民黨內的鷹派主戰派抬頭的時候 他們的思考是說民進黨都已經只剩八年了 再多四年沒有關係啦 我們也習慣這樣子的生活了啦 那所以是不是能夠二零二八徐途再起 說不定國民黨還會有機會 好好培養蔣萬安 對啊 還有盧秀燕 這些都是這個明日之星 那可是如果現在變成柯的副手 你不知道你還要付出多少 這四年來 你現在讓了柯 你接下來要付出的 恐怕不只是眼前這一些 而且柯文哲當總統的話 那有政黨輪替嗎 國民黨還是在野黨 對 他就持續在野黨 可能可以分到一些這個小碎肉 殘渣盛菜 那可是我覺得啦 就是說對於國民黨來說 的確現在的反彈非常非常的大 鷹派抬頭了 然後呢 柯文哲為什麼要一直 反反覆覆一直在那邊弄你 弄你國民黨 其實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 他一定樂此不疲 他樂在其中 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靠聲量過活的人 他每天都靠這些炒作聲量 可以維持一個還不錯的熱度 第二個就是說 我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我其實弄你國民黨多少吸一點血 他一下弄你這個韓國瑜 有一些韓粉說不定 就國民黨內的其他人說不定會覺得 接受度 接受柯的這個接受度會比較高 一下弄你那個 一下弄你那個 一下子軟 一下子硬 多少會有一些藍的人買單 譬如然後排面下 他去接觸誰 他接觸什麼戰國策的那個老闆 對 拜託你們國民黨的人 你們國民黨眼真身 看著自己的人這樣子被挖走了 對 你們已經被吸血吸成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還在那邊 眼巴巴的在那邊說 那我們前面那個婚結不成 那我們進入政黨協商 看看能不能彈出一個聯合內閣 那個不叫聯合內閣 不跟你爭辯的名詞 但是你有看過說我們結不了婚 可是我們兩個先去生孩子 就是因為聯合內閣 聯合政府是你的 是你們的孩子 那所以那個孩子要怎麼生呢 是小孩子吵 那我丟一把糖給你 還是說一塊豬肉 我切大一點給你 說這個東西 其實對政黨來說 那個傷害更大 因為選民看到說哇塞 原來你們是這樣惡搞的 是切豬肉 這小孩會流產 因為侯友宜有說 這不健康生下來的小孩 一定會自驚醒 對 影響小孩的成長 有沒有 因為這個體質可能不是很健壯 所以走到現在這種程度 就是說其實都已經破局 國民黨 你如果還有一點臉面 就是說你是一個最大在野黨 你是有十四個縣市首長的 你想想看 你退一萬步想想看 我國民黨今天不提名總統 你覺得黨員能接受嗎 原資吞得下去啊 他我跟你講他就是 他只要他自己當選 我們要配合黨 配合黨 原資能當選什麼都辦法吞 他只有個人利益 他只有個人利益 政黨利益都在他的個人利益之下 多數的國民黨員 真的能接受 前國民黨員 你覺得可能接受嗎 就是說這一個2024 沒有國民黨的角色 然後我們就全力抬轎 我們抬柯文哲 你覺得可以嗎 除非朱立倫瘋了 朱立倫第一次換柱 就已經斷了一批肋骨了 你知道嗎 對 他的肋骨已經斷了一票了 他這一次 他上次換柱 是換他自己 所以他願意受傷 就是反正千刀萬刮 至少我選過總統 我很光榮 可是這一次他如果要換猴的話 是換柯文哲 請問換柯文哲 對朱立倫有什麼好處 我實在想不出來 就是說因為可以政黨輪替 輪替會變民眾黨執政 那你還是 你還是在野黨 對不對 而且其實總統的職權很大 你在那邊講說什麼 那個誰阻隔什麼的 一天就給你換掉 對不對 柯文哲 最容易推翻自己的理論了 只要讓我當總統 那個行政立法 全部交給國民黨去弄 講講而已 他只要招大頭就說我亂說的 那不算好了 我失言了 對 我失言了 我亂說了 我有講嗎 而且他最常在路上講說 你這做不好 我把你換掉 他立刻可以更正 那法輪功不是跟警察局長講 下次再抗議 我就把你換掉 那國民黨就跟在柯文哲後面 對不對 說報告總統 那我們開始組閣囉 你在講什麼 在講把你換掉 我朱立倫 朱立倫 管你是什麼倫 你跟我拿個倫子滾得越遠越好 那怎麼辦 所以柯文哲是一個不定因素嘛 所以說大家認為柯文哲是國民黨 最好合作的對象嗎 柯文哲都不把你國民黨放在眼裡面了 他要跟你朱立倫談嗎 談了半天 我相信談過很多次了 朱立倫絕對跟柯文哲談過很多次 可談的結果呢 有本事朱立倫出來公佈嘛 我跟柯文哲講過什麼 你敢不敢講 他們不是都標榜 柯文哲標榜公開透明 我們期望這一塊也公開透明啊 柯文哲又也是講 朱立倫我跟你講 我跟你談話內容 你不能說 但是我可以說 都是這樣子啊 也是都是柯文哲說出去的 對 你不能說 你說我就下次不跟你談了 那如果你說了 我說就說了 不然不要談 就是這樣 主動權在柯文哲手上嘛 現在柯文哲不僅是要抓主動權 我覺得柯文哲 他現在要抓一件事 要抓代言權 代言權 要代誰 代誰對岸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柯文哲講過兩岸一家親 柯文哲去過大陸 應該有超過19次 有19次左右 你幫他算了 對 有有有 有19次 那麼柯文哲有沒有被錄那個光碟 不知道 對 有人問過 不曉得有沒有吃甜點 有人問過他 有人問過他說 柯主席啊 你到中國19次喔 你怕不怕被拍一些 那個親密光碟怎麼樣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他沒有說有 他也沒有說沒有 他說我長這樣怎麼好拍的 又不是要拍他 又不是拍你 又不是拍你 你只要在畫面中 有一個女生跟你在一起 你就講不清了嘛 所以你看這一次 這些所謂的桃社的新聞 還有鄭文燦被人家摘一張 搞那個連接的影片 柯文哲沒有出來講耶 這嘴這麼毒的柯文哲 沒有出來講耶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而且是他最痛恨的新潮流 對 他怎麼不出來講 柯文哲現在應該出來把他罵到狗血淋頭 罵到這個連小狗都比你強的樣子 柯文哲居然沒有講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柯文哲沒有罵趙天麟 柯文哲沒有罵鄭文燦 柯文哲你是怎樣 你良心發現了嗎 對不對 你們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柯文哲對這個事件怎麼會不批 那麼安靜 對 他要當打率先鋒 這這麼好的機會 柯文哲怎麼不說了 突然變理性了 變佛系了 變得非常理智的柯醫師了 各位不發現什麼奇怪的狀況嗎 因為他去過中國19次 他說過 這樣誰要拍 那如果拍了咧 那最好不要拿出來 因為拿出來我實在不好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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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